这一档常设展对于国立台湾博物馆来说 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因为呢 它是我们21世纪首度更新的常设展 那大家知道 常设展对于一个博物馆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常设展呢 就代表这一个博物馆的定位 也是来到博物馆参观的这些民众呢 他们可以透过常设展来了解认识 这个博物馆到底有哪一些精彩的收藏 以及它的方向 所以呢 这一档常设展叫做发现台湾 重返台湾博物学与博物学家的年代 这一档常设展的首部曲 将带给大家一个崭新的旅程 所以后面还有第二跟第三部曲 是的 因为它叫首部曲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的二部曲跟三部曲 常设展的更新都在我们本馆的位置 那在进去之前呢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分为三个架构 对不对 三个部分 对 这次的常设展呢 总共分成发现之道 台湾星象以及过去的未来这三个单元 那透过这三个单元呢 其实要说得比较清楚的话呢 其实等一下我会一一跟大家说明 不过呢 大家会好奇这个展明 因为大家会觉得 发现台湾是在讲历史吗 是针对历史吗 尤其我们台湾博物馆不是历史博物馆 然后其实呢 发现台湾是在阐述呢 其实台湾是怎么样被发现的 那它发现的黄金年代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那它是被哪一些博物学家发现 又发现到了什么东西 让台湾可以被世界注意到 所以呢 这个是整个展览 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讯息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展场 好的 首先呢 整个的展场的开头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个展建 就是我们馆的馆藏叫做船首相 那这个船首相呢 它是在1909年的时候 在淡水的海滩捡到的 并在1910年的时候 当时候被一位日本的法官 大理五八郎先生收藏到家里面 作为他的玄关的摆饰的收藏 那这一个船首相呢 它就是见证大海海时代的时候 大家应该所熟知 大海海时代呢 其实西方的列强这些国家们呢 开始拓展他们的版图 并且发现了新大陆等等的 那当然台湾这附近的区域呢 也不能够被错过 所以这个船首相就见证了 当时候大海海时代 台湾确实是在这一个世界版图里面 有被这些航海家 探险人家 随手他们所发现的一个航线 以及这一座美丽的岛屿 好 那刚刚讲到船首相 或许有些听众朋友并不清楚 到底位置在哪里 其实在下面 对不对 是的 船首相的位置呢 大家如果有在注意西式帆船的部分呢 就可以看到船首相的位置 就在整个西式帆船的船首的地方 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在象征着 就是保佑船只的航行 顺利啊 守护这样船只 比如说经商或者是打仗 可以很顺利的 就是旗开等圣等等的满战而归 所以船首相通常会是以 希腊神话里面的女神或是海神 或者是后来呢 演变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国王 或者是皇后的这些肖像来做雕塑 那这一个船首相的 它的材质是木制的 可是呢 当时候可以看到 这个展建 它并不是完整的一个船首相 毕竟它是经过船难的 那它经过船难之后 才漂泊 就是漂治就是淡水的海滩 被大理五八郎法官收藏到这样子 所以现在到底是哪一艘船 船难还不是很清楚对不对 目前还不能确切地说明是哪一艘船 因为其实我们都有研究 当时候的航海日志 在这个年代 经过台湾海域的船只有哪些 其实有一丝丝的线索 只是还不能够很确定 这也是很多民众很好奇 到底是哪一艘船的船首 就是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证据 是的 好 那我们继续走 好的 那大海海时代开启了 就是台湾开始进入到世界的版图 那真正台湾被世界所发现呢 其实是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呢 19世纪末 因为台湾的开港通商 让这一些的西方的不仅是传教士 外交官或者是水手 贸易商等等的呢 开始踏进了台湾这一座美丽之岛 那他们的踏进呢 也是让世界更了解 原来台湾是一座这么有趣的岛屿 他们虽然的目的都不是来做研究 可是他们开启了研究的这一条道路 也就是当时候对于西方世界而言 博物学是整个世界知识的显学 对 像我身后的这一套百科全书 就是法国的布丰 这一位作者所绘制撰写而成的 那当时候的博物学 当然包含了就是丰富的自然界 不管是人类学 动物学 植物学 或地质学这等等四大学们 那也就是我们国立台湾博物馆 最主要的自然史的部分 所以因为大家非常希望了解 世界各地这些自然史的知识 以及看有没有新的物种 或是新的东西可以发现 所以大家开始借由航海 在探索世界各地各个角落 当然台湾也不容被错过 因为这座岛屿实在太有趣了 导致19世纪末呢 有几位大家应该耳熟能详的 他们算是 我可以说是业余的博物学家吧 因为他们的本职并不是博物学家的 有两位人物想要介绍给大家 首先第一位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马杰 马杰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他吧 马杰是一位医者 医生也是传教士 那在淡水呢 那边也有马杰他们之前的真理 真理学堂大学 对那边就是马杰之前的教士等等 那他除了身为一个医者还有传教士之外 其实他本身对于博物学是非常有兴趣的 他对于原住民的文物 以及这些哺乳类动物的这一些的标本采集啊等等 都是非常有兴趣的 所以他们他家他自己呢 其实从他的文献 文献记载及日志上面有写到 他收藏了非常非常多有关台湾的动物啊 还有原住民的这一些的文物跟标本 所以他算是一位博物学家哦 另外一位呢想要带给大家认识的呢 就是叫做史文猴或是叫做斯文豪或者是叫做巡河 他的名字有很多因为音译的关系 那我这边都是以下都是介绍的是斯文豪 那斯文豪呢他是一位外交官 他是打狗就是现在的高雄的外交官 他本身的正职是外交官哦 可是他的也是对于博物学非常非常有兴趣 他也很喜欢收藏非常多动物啊植物等等 文物的标本或者是文物等等的 所以斯文豪呢他发现了非常非常多台湾特有的物种 并且把这些资讯传回他自己的国家 英国因为当时候英国算是世界的强权之一 那他传出了这一些的新的资讯呢 让世界说哇原来台湾有这么这么新奇的物种 像是我身后的这一件波质标本 这一件波质标本算是在我们展场里面 非常醒目的一个端点 这个波质标本这个物种叫做台湾水鹿 它并不是梅花鹿哦 它是台湾水鹿 台湾水鹿是目前台湾草食性的哺乳类动物 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就是它 我相信应该有许多登山的同好朋友们 可能会在登山高海拔山去的时候会发现到它的踪迹 那台湾水鹿呢就是斯文豪他发现的 并且把他的标本还有等等的资讯呢 让西方国家知道 那除了台湾水鹿之外呢 其实还有像是台湾云豹 台湾猕猴 还有很漂亮的蓝富贤等等的这一些的物种 都是斯文豪发现的 或者是大家偶尔会听到有一些 比如说斯文豪是树蛙 那就是他也是以他为命名的物种 所以他对于台湾的博物学开启了一个非常非常崭新的一条路 对那这两位呢都是算是19世纪末在台湾作为一个博物学家 带给西方世界认识台湾的其中一条路 好 来帮我们介绍这个水鹿为什么会被你们这个馆方收藏 水鹿呢 水鹿为什么会被我们收藏呢 这个这只水鹿 据我所知 这只水鹿 它就是典藏在我们的库房里面 那因为当时候得到这个标本呢 也是很难得珍贵的机会 那我们透过专业的标本制作师把它做成标本之后 把它展示在这边 或者是其实之前都是搭配着特展做展出 那这次因为透过发现台湾这档长车展之后 它可能就会暂时在十年内都会在这一个展柜里面出现给大家 所以过去可能出现都是配合台湾生物的一些展能才会出现 对就是配合什么比如说生物多样性啊 或者是哺乳类动物学们的特展才会出现这一只台湾水鹿 对看它体型确实真的很大 对它体型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接下来呢其实就介绍了第一个展示单元 叫做发现之道 所谓的发现之道呢 其实呢就是想要带给大家认识 博物学家他们是怎么样走这条路的呢 其实身为一个博物学家 他主要有三个很重要的 算是博物学家的技能 就是观察采集跟分类这三个 三个步骤或是技能 那这些博物学家呢 他们其实都是亲自在野外踏查并且采集到这一些的物种 所以呢 这边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互动呢就是这个单元叫做听音便语在我右手边这一个展规里面 它大家会如果数学耳朵的话会听到许多鸟的叫声 那听到那个鸟的叫声呢就会看到 诶 展规里面有某一只的波质标本会呈现灯亮的一个状态 那就表示这个声音就是这一只鸟所发出来的声音 诶 可是这样有什么特别的呢 是因为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位博物学家是一位 他是一位动物的采集者的话呢 他必须要在台湾的山林里面去分辨这一些的物种 他是不是他之前听过的声音 或者是诶 他听声音就可以知道这是哪一种鸟 所以他们需要具备这样的技能 具备这样的技能就是某一位博物学家 这一位博物学家叫做橘齿米太郎先生 橘齿米太郎先生之后也是会跟大家提起这个名字 橘齿米太郎先生他是一位动物的采集者 也是一位博物学家 他在山林里面呢算是纵横山野 因为他采集到非常非常多台湾特有种或特有牙种的 珍贵的鸟类标本还有哺乳类的动物标本等等的 所以呢 橘齿米太郎他这位博物学家呢 就算是亲身实地踏入山野里面采集的博物学家最好的典范 那大家会好奇说博物学家他们在野外做采集之后要 接下来步骤要做什么呢 那就是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标本制作的阶段 那请跟着我到我们的标本世界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标本世界里面所要呈现给大家的 相信大家进到这个空间呢都会觉得 哇 这样真的非常有自然史也就是Nature History Museum的感觉 因为就是非常虽然小巧 因为大家知道台博馆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可是我们尽可能在我们展示手法里面呈现最美的样貌给大家看 那这一个空间呢它就是标本的世界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大家 我右手边的这一面标本墙 这一面的标本墙呢主要是在介绍标本的类型 博物学家在野外采集到了这一些 不管是动物或是植物或是矿物等等的 这些的新物种不管是新物种或者是已经发现过的物种 回到他的工作室之后呢 其实他们都要下一个步骤就是把它做成标本 那像是植物的标本 不同种类的会制作成不同种类的标本 像是植物的标本呢我们可以看到 最常见的呢就是做成像这样子的 蜡叶标本或又叫做洗叶标本 这种呢就是用干燥还有压制的手法去做成的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绿油油的 这个是雀容的永生标本 永生标本呢它比较特别是因为呢 它是在低温还有快速的状态下 或者是染色的一个过程呢把它保存下来 让它看起来就像是活生生 刚从那个树上摘下来的样子 那不同形态的标本会有不同的功能 像是刚才所说的蜡叶标本呢 它其实比较重要功能是作为研究还有点藏的 因为它这样的一个样形态呢 是可以大量的收藏在我们库房里面 那永生标本呢它是比较做教育展示推广的用途 大家知道博物馆有四大功能嘛 呃 典藏研究教育跟展示这四大功能 所以呢标本是充分的运用在这四大功能里面哦 好的 那另外呢大家会好奇 那如果是哺乳类呢 或者是呃先讲鸟类好了 鸟类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四个呃 诶 它的样子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鸟 呃因为它已经死亡的状态 我们才做成标本嘛 对不对 那基本上呢呃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四个波质标本呢 它上面的名字叫做假波质标本 诶 什么叫假波质标本 不是说这是假的哦 假是暂时的意思 对就是暂时把标本做成这个样子 这也是呃鸟类标本呃 经过处理后最基本的一个标本形态 因为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可以做大量的收藏 呃大家如果有在网路上 或者是在国外的博物馆的照片里面 可以看到他们的库房 比如说抽屉一拉开 哇很壮观的一只一只的 像假波质标本的鸟类呢 就会这样很整齐的排列着 所以呢呃我们会 戏称它叫做棒棒鸟 因为就它就是会有一根 呃插着 让它就是像一只一只这样的放着 所以呢就叫做棒棒鸟 那大家会好奇说 诶其实有另外一个像是 虐齿类的动物像老鼠 它其实一开始也是会做成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要不要猜猜看 如果做成像这样假波质标本的老鼠标本 叫什么 棒棒鼠吗 啊对是叫做薯条 哈哈哈哈哈哈 这就是呃 应该是算研究人员对他们的 昵称啦 这就很可爱 不过呢他们都是 假波质标本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呢 因为假波质标本是为了要研究跟 点藏嘛就收藏在库房里面的功能 那如果我要展示跟教育的功能呢 我就把它做成标本标本师呢就会把它做成 姿态标本 嗯 对姿态标本 姿态标本像 面前的这一只星鸭或者是像是上面的石线萌 或者是百面无鼠 他们都是标 呃 波质标本里面的姿态标本 那他会模拟他之前的行为状态 或者是姿势等等的来展现他的特征 所以这个是波质标本 呃 也算是大家在自然史博物馆里面最常见的一种标本形态 另外一种长线的形态呢 就是只要有脊椎骨骼的动物呢 都会有一个标本形态叫做骨骼标本 像这一只呢就是腹蛇的骨骼标本 那上面呢有台湾野猪 还有台湾云豹的头骨的骨骼标本 那这些标本呢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那如果呃比较微生物的状态怎么办呢 那就是撥片标本 撥片呢就是会呃在大家知道显微镜下面的再撥片嘛 对在撥片上面呢就会放置这些呃 微生物的这些标本形态作为收藏 另外还有一大类的标本呢 是叫做敬业标本 就是可以看到我右手边这一个呢 就是台湾三枪胎儿的敬业标本 那敬业标本它主要是针对 那一些比如说软骨组织 或者是呃像是爬虫类两栖类 它们的皮肤呃想要把它保存下来的话呢 这些呃会被腐蚀掉的部分呢 就会用敬业标本 以高浓度的酒精来做浸泡的 这样的一个标本的制作方式 好所以呢 认识了这么多种类的标本的制作手法 这就是一位博物学家 所以它必须要很正确的去判断说 诶我今天采集到的这一些的物种 它可以用怎么样的标本制作的样子 或者是呃形态来做呈现 让它可以在不管是研究机构 或者是呃像博物馆的像这种呃展示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呢 就可以做一个最完美的呈现 好那如果呃标本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要哪一个步骤呢 那就是分类了 因为分类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些补物学家为什么要采集标本 主要是要认识这个地区到底有什么东西 所以呢这些东西采集到之后呢 我就要开始分门别类 我要来知道说 它这一个物种跟全世界其他地方 是不是有雷同或者是它的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它的特征在哪里 它是不是新的物种 是不是这个地方才有的物种 都可以藉由分类学来做最完 最完整的一个分析跟呈现 那大家如果呃 回想一下自己的生物课本里面有读到的 就是地球上面的生物呢 都是照着戒门岗木科属种 这样的一个分类来做很详细的命名与分类 所以呢分类完之后呢就要进入到命名的阶段 命名呢就要提到一位叫做林奈的这位博物学家 他提出的恶名法 让算是现在所有生物学里面的准则 就是只要物种命名就是靠着恶名法 什么是恶名法呢 恶名法它主要有几个规则 主要呢恶名法是用拉丁文来做呈现的 另外呢恶名法它有分成 署名跟种名或叫做种小名 署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是大写 而且呢它整个的署名跟种小名或叫种名呢 它是以邪体的方式呈现 署名加种小名呢就会叫做学名 就是这个生物的学名 就是这样的恶名法的一个呈现手法 所以下次大家如果有到自然史博物馆参观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个标本它有一定会出现所谓的学名 或还有中文名字学名还有英文名字 所以有好多行的一个感觉 不是因为它有很多个名字 它只是有不同不同的规则 还有不同命名的方式 对就是用恶名法还有中英文各译的一个译名 好那讲到恶名法呢其实对于算是研究机构 或者是博物馆来说呢 标本的采集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模式标本 诶 比如说我采到A物种 我在这个地方采集到的A物种 我认为这个是我要发表的提出的一个新的品种 或者是我新的发现 那我采集到的这比如说一系列 因为我不可能只有采到一支嘛 我可能会 呃A物种我可以采到一二三四五六 那这一个系列呢就叫做模式标本 模式系列 那我如果我要去发表 说我发现到这个物种是新品种 我要跟世界宣告说我发现到了这个东西了 那我就要从我的模式系列里面选出一个正式 最完整 你觉得最能展现这个物种的姿态样貌的 叫做正模式标本 那其他的这一个系列的其他标本 模式系列里面的就叫做副模式标本 所以一个学术单位或博物馆呢 呃如果模式系列模式标本正模式标本越多 就表示那个博物馆的地位越崇高 那当然呢大家会好奇 诶 台湾这么多特有种 当时候在20世纪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段期间发现了这么多 那台北馆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正模式标本了 因为这些博物学家都采集到很多嘛 诶 我们台北馆是有一些啦 可是呢大家所熟悉的比如像是 呃刚才提到的一些特有种 好像是之后会提到的黑常委制啊 或者是台湾云报等等的这一些呢 其实他的正模式标本都在国外 因为当时候都是这些博物学家 可能受托受英国的贸易商所托 或者是国外的贸易商所托来台湾采集 然后把他送去原本的国家去做发标 所以反而就是这些正模式标本呢 并没有存在在台北馆里面 不过我们台北馆有几件很特别的正模式标本 其中一件就是这一件 这一件呢我们因为正模式标本实在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以照相 照片展出 那个照片展出 这个就是重闪灵芝 因为重闪灵芝的正模式标本 就是在我们馆里面收藏的 所以其他比如说哪一天 比如说某个国家在哪个地方 发现到类似的灵芝的采集到的 采集到灵芝的这样的一个物种的话呢 他就会来台博馆做比对 来看看是不是新的 或者是他就是重闪灵芝 对那正模式标本就是一切的准则 就是这一类的一个准则 所以呢就是他这个种类的标准 叫做正模式标本 好那我们下一个要进入到的呢 就是刚才都是自然界的部分啊 那现在当然我们台湾这一座美丽的岛屿上面 不只是自然之美 还有人文之美 因为自然史本来就有寒瓜 人类学这个部分 所以这一个部分呢 要带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博物学家 叫做森丑支柱先生 森丑支柱先生呢 他是日本人 对那他是1895年的时候 随着日本军队来到了台湾 他并不是本科系出身的博物学家 他是其实他是对于博物学有热情跟热爱的 他特别针对原住民的文化 还有他们的语言等等的呢 是非常有热情 而且他他有一个很特殊的才艺就是财能啦 应该好像是财能 对他有特别具有语言天分 所以他跟台湾的各部族原住民的部落呢 都可以打成一片 就是可以进行很好的沟通 并且呢 深入到部落里面去了解他们的文化跟习俗等等的 所以当时候森丑支柱先生算是开启了台湾人类学 尤其是针对原住民研究调查的先驱之一 我后方的这一些展区呢 从当时候其实台湾主要可以分成北泰亚南排湾这两大部族 当然现在已经分成台湾目前应该是有16族这么多了 那从我左手边这边开始的呢 就是森丑支柱先生他针对台湾族的研究 的收藏像是从他台湾族的祖传桃湖 还有很精美的屋住的木雕 还有很精美的雕刻 另外有一件呢 这一件呢 是木盾 那木盾的旁边呢 我们特别用了一个小灯箱 展示了一张老照片 这一张老照片是深丑支柱先生他所拍摄的 他当时候在各部落之间呢除了搜查之外呢 其实他还带了当时候算是很高科技的技术就是摄影 不过现在当时候摄影不像我们现在用手机这样按按按就可以了 当时候是很重的这些玻璃杆板的底片就要背上山 那当时候深丑支柱先生跟两居容藏先生 他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呢 借由摄影技术帮台湾的原住民留下非常非常多珍贵的老照片 那刚才的这一张老照片呢 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是排湾族部落的男女的 青年有男有女 那有发现最右手边的这一位排湾族的小朋友 他手上拿的这个木盾呢 就是点藏在我们台博馆的这一个的原件就是在这边 所以我们这次的特展呢 特别借由老照片的呼应 就是有一个对照 有一个老照片里面出现的东西 跟现存的就是照片里面的东西 原封不动依然的保存在博物馆里面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印记 好那帮我们介绍木盾的功能是什么 木盾功能呢 其实它最主要就是作战的功能嘛 那其实后来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木盾上面的纹饰非常非常的繁复 以及有很美丽的雕纹 那他们除了是来作战之外 他也可以象征这一个部落的 比如说是可以区分出各部落之间的差别 最主要还是就是要打战 就当时候毕竟各部落之间还是会有一些纷争 那他这个是比较算是军事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物件 那森丑之柱先生呢 他除了在原住民方面的这些的调查之外呢 他也算是台湾考古的先驱之一 大家对于考古呢 可能都是印象中就是方格子往下挖的那种 可是当时候因为技术的关系 并不是往下挖 当时候的考古呢 是透过博物学家他的眼睛 他在可能原住民部落的遗垢里面呢 发现这一个好像跟普通的石头也不一样 所以呢 就会发现了很多 像是旧石器或者是新石器时代的这一些的物件 甚至呢 在原山发现了被种等等的这样的遗址 所以呢 森丑之柱先生 他除了对于原住民方面有所研究 对于台湾的史前文化 其实也算是有着很大的贡献 并且他绘制出了这一张 就是台湾石器时代遗物分布图 这一张的分布图呢 总共有218个红点点 分别在台湾本岛以及台湾的离岛 所以呢 大家可想而知 森丑之柱先生他可是 真的是比我们 可能我们自己台湾人都踏足更多的地方 从平地到深山里面都有踏足 所以每个点都是他曾经挖过有东西 应该是说采集到 对对对 他不一定是用挖的 对对对 就是他有发现那边是有史前文化的 遗留的物件所在 是 那而且呢 那松友之柱先生他是微薄的哦 他有一只脚是行动有点不方便的 他居然还可以这样子上山下海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简单 好 那我们现在就慢慢进入到我们中央的展区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第二部分 是继续帮我们介绍 好的 大家有发现整个环境的氛围跟颜色色调已经改变了 从刚才的绿色色调进入到了洁白的白色的空间 这一个空间呢台博馆带给大家的是台湾星象 台湾星象这个单元呢 主要是让大家认识 但是有了台博馆的前身也就是总督府附属博物馆成立之后呢 经过好几个世代的博物学家的研究跟调查 在这一座岛屿上留下了非常非常丰富的成果 所以呢 这就是第二单元想要呈 应该算是第二个主轴想要呈现给大家的 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呢 认识的这一位博物学家就叫做川上龙弥先生 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一个这张人物照 好 川上龙弥先生呢 他是一位植物学家 他是北海道人 好 他其实对于植物非常非常有热情 他非常喜欢研究植物 所以呢 他在19 我记得是1903、04年的时候呢 就受到总督府的委托 来到了台湾进行台湾有用植物的调查 什么叫有用植物啊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日本是殖民统治台湾的一个角色嘛 那他日本政府必须要知道 台湾这一个地区这一座岛屿上面 有哪些可以利用的 或者是有经济价值的这一些的东西 所以总督府就会想知道说 有哪些植物是可以拿来做利用 或者是拿来生产 作为经济作物的 经过调查之后 川上龙弥先生发现了一种植物叫做鲁藤 鲁藤正有植物呢 就类似可以产出橡跟橡胶有类似的功能 只不过后来发现成效有限 可是因为他的这个发现人 让总督府博物馆觉得说 哇你很厉害耶 可以发现 就是可以生产像橡胶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有可以赚钱的东西 所以呢他就愿意继续资助 就是川上龙弥先生跟他的团队呢 再继续在台湾岛上面做植物的研究调查 所以因为有了总督府的支持呢 他在台湾岛上面呢 发现了将近围管树植物 就有两千多种的围管树植物 而且将近两千多种里面将近有七成都是台湾特有种的植物 所以算是台湾植物学的大调查的黄金年代 就在川上龙弥领导的这一个研究团队 他们在台湾岛上面做了调查 也因为他在植物学上面的这些贡献呢 当时候总督府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 就由川上龙弥先生担任的第一任馆长 在1908年也就是台湾岛的前身 总督府附属博物馆成立了 首热馆场就是川上龙弥先生 那我相信如果认识台湾岛的听众朋友 应该对台湾岛的历史不会太陌生 因为呢我们现在的馆址呢 其实跟1908年的馆址是不一样的哦 1908年当时候博物馆的馆址 其实是在总督府后方就是博爱大楼的那一个街角的地方 当时候叫做彩票局大楼 那后来因为由于这些博物学家收藏采集到的东西才太多了 数量太多 空间有点不服使用 所以呢就决定要换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刚好当时候在新公园北侧的这一个建筑 当时候叫做 而于总督与后腾明镇长官的纪念馆 刚盖好不久也就是1915年的时间 那当时候纪念馆刚盖好不久 那总督府博物馆就决定 那就直接也搬来到这一边 作为新的馆设使用 对所以一直从1915年到现在2018年 马上就要迈入2019年了 对那相信希望未来的100年 这个博物馆都还继续处立在这一边 那因为这样子有旧馆跟新馆搬迁的这样的一个事宜 当时候穿上农民馆长呢 其实可以说是费精心力啊 因为大家知道要搬一个博物馆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有好几万件的这一些的点藏品 还有人事张罗等等的 所以在决定要搬到新馆的这一整个过程 筹备过程 穿上农民馆长算是花了很多的心血 那也是因为他劳心过度 导致他在我们新馆开幕的隔天 他就病逝了过劳病逝了 那真的是很可惜 他才40多岁就病逝了 那相信如果他如果可以再有多一点点时间的话 他对台湾的植物学上面的研究应该有更多更多的发现 对这就是穿上农民馆长的故事 对好那我们继续往后走 接下来这一个单元叫做百年生硬 百年生硬呢其实可以透过拉板的方式呢 可以让听众朋友们或者是现场来展场的观众朋友们来了解到 这个1908年刚才我所提到的1908年就是我们台博馆的创立嘛 那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都会记录在我们的拉板之中 那像是1915年呢就是从旧馆搬迁到新馆的一个记录 所以呢百年生硬可以见证了台博馆 现在已经要迈入110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分为三个颜色的区域 绿色就是日本时代 红色1945年开始就是战后时期 也就是应该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 叫做省力博物馆 省力博物馆是算是 只要应该现在4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还是记忆中还是省力博物馆这个名字 那到1999年之后 红色区域呢就是正式的更名为国立台湾博物馆这一个阶段 所以分为透过不同的颜色还有几具巧思的拉板的设计 让现场参观的观众呢可以了解台博馆的整个的发展的历程 好那因为有了11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所以我们有更多东西想要呈现给大家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呢就是 山林维加这一个小单元 这个单元呢要提到的就是刚才在 发现指导友已经有提过的一位博物学家叫做橘齿米太郎先生 橘齿米太郎先生呢他刚才有提到 他是一位鸟类专家鸟类采集者还有哺乳动物的采集者 他非常会做标本 那他为什么会来台湾呢 刚才我有说穿上馆长他是受托来到台湾接受植物调查的嘛 那橘齿米太郎先生他是为什么来台湾呢 他是为了要找一只鸟来到台湾的 1906年的时候橘齿米太郎为了找一只鸟 为了要抓一只鸟来到台湾 那一只鸟是哪一只呢 就是我左手下方的这一只叫做黑长尾智 或是大家所熟悉的名字帝智 这一只鸟呢相信大家都对他不陌生 因为我们的千元大超除了四个小朋友之外呢 他的正后方就是帝智的熊鸟跟雌鸟 非常美丽代表台湾的特有种 他是只有台湾特有种的制科的鸟类哦 好当时候橘齿米太郎为了要抓这只鸟呢 是因为受了英国商人之托 要捕捉到这一只鸟 为什么英国商人要找他找这只鸟呢 因为他们英国商人呢 在某一张照片上面呢 看到了有两根独特的维鱼 那张照片呢是拍摄 周竹青年勇士的帽子的装饰饰品 有很多很多美丽的羽毛装饰在上面 其中有两根羽毛是他没有看过的羽毛 那就因为有 因为没有看过这两根羽毛 所以他就推测说这只鸟类是新品种的鸟类 所以他也算是透过这两只羽毛 就认定是新品种鸟类的唯一一次的记录 因为通常如果你要认定新品种的话 你必须要有整只的标本 或者是至少你要有照片 才可以去界定说这个是新品种 可是他们当时候就是 透过羽毛就推测 就是判定说这个就是新品种鸟类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可是有羽毛不够啊 西方世界英国欧洲他们都在想说 我想要看到这只鸟到底长了什么样子 因为他的维羽实在太特别了 黑长巍姿的维羽是深色的 而且有白色横条纹相间相隔的这样的一个文士 那他们一直想要看到鸟的本尊 这只鸟的本尊 所以呢鸟齿米汤才在1909年的时候 受托来到台湾 并且成功在阿里山塔山附近 捕获到了数十只的黑长巍制的标本 并且送往英国欧洲那边去做发表 那当时候对于欧洲 就是博物学界鸟类学会 算是引起一阵轰动啊 因为终于看到这只鸟的本尊了 而且大家应该如果有看过 亲眼看过黑长巍姿的听众朋友呢 或者是在照片里面看过黑长巍姿的朋友 应该都对他的色泽非常印象深刻 因为黑长巍姿不要看他标本现在是 好像暗暗的感觉 可是呢 如果他的羽毛在阳光的照射室下 是散发出深蓝色金属的光芒 所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鸟类 而且是台湾的特有种 好 那橘子米太阳先生除了发现了黑长巍姿之 成功捕获到黑长巍姿之外 他还发现了其他有关爬行类 还有灭脂类还有哺乳类等等的 这些的物种都是他的发现 另外呢 我们想要来介绍的就是 昆虫学的部分 昆虫学呢 要介绍这一位博物学家叫做素木德伊先生 素木德伊先生呢 他算是对于台湾 因为大家知道昆虫跟植物的关系 其实在农业上面算是影响的比较 比较有影响一点点 刚好我们现在本馆一楼有 那个昆虫与植物的爱恋的特展 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利用就是年节时期 时期呢可以来台博馆参观 是一档非常有爱的展览哦 就是昆虫与植物的爱之间的爱恋 好所以可是昆虫与植物之间的关系 常常对于针对我们人类而言 尤其是农人可能有点困扰 所以当时候素木德伊先生 顺利解决了 比如说台湾的三化名额 就是他三化名额对于 稻作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 或者是借壳虫等等的这一些 他都很顺利的 替总督府解决了 农作物上面的这些的 棘手的问题啊 所以他算是帮了 总督府很大的一个忙 后来素木德伊先生 也是我们台博馆的馆员 他后来也发现到了一种蝴蝶 非常非常有名的蝴蝶 就是等一下想要让大家看到的 就是这一只叫做宽伟凤蝶 宽伟凤蝶呢 它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蝴蝶哦 我们透过荧幕的呈现 可以发现还会振翅一下 让大家有点小惊喜 因为宽伟凤蝶其实它 虽然是很大的一只凤蝶 可是我们还是以比例 比较放大的模型 来展现给大家 那宽伟凤蝶呢 可以发现它跟台湾其他的凤蝶的 样子有点不一样 主要是它的后翅 有两根凸出来的尾凸 两根翅脉会特别的突出 所以它后翅会有两个尾凸 特别的明显 所以它就叫宽伟凤蝶 它的学名是以球长跟头目的 它的前面的那个 中小明那边是用球长跟头目的意思来命名的 所以它是地位很崇高的一种蝴蝶 那它也是台湾特有种的蝴蝶 只有台湾可以发现得到 它唯一食草 就是它是唯一食草的凤蝶 就是它只吃台湾叉树 可是台湾叉树只生长在台湾的高海拔山区 那由于台湾高海拔山区 可能会因为台风或地震 这些可以生长差速的地区的环境受到破坏 那其实宽伟凤蝶它的食草 也慢慢在减少当中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蝴蝶 我们必须要很好的保护它们 所以这个差速减少它数量就会减少 对因为它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它就只吃那一种食草 像我们人可能少吃的面包我还有替代品可以吃 可是生物就是这么奥妙 它的演化就是演化成它只吃台湾叉树 好 那目前前面这个展柜呢 其实要带给大家的单元呢 就是其实博物馆的成立呢 也间接的带动了整个环境物种上面的保育的资讯 因为其实因为有了台湾博物馆前身就是总督府附属博物馆之后呢 也成立了博物馆协会 那博物馆协会呢 他们在某一年就命定了天然纪念物保存法 天然纪念物保存法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动保法一样 那就是要针对这些即将濒临绝种的物种作为保护 所以像刚才我提到的黑长尾制 还有宽伟凤蝶 还有现在目前展示墙里面看到的像是 卢庚啊等等的这些的物种 其实都是在天然纪念物的名单之中 可是大家会认为天然纪念物的名单只有动物吗 其实并不然哦 其实天然纪念物还包含了矿物 那也就是接下来想要带给大家的 自然史博物馆的另外一个大学门 就是地质学地球科学的部分 矿物学的部分呢 想要让大家介绍的带给大家的呢 就是这位博物学家叫做钢本耀巴郎先生 钢本耀巴郎先生呢 他是一位矿物的爱好者 对那他最有名的发现呢 就是这一颗北投石 那我刚才提到的天然纪念物里面的矿物呢 北投石也是列在天然纪念物里面哦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珍贵稀有的 那北投石相信大家教科书里面都有看过 他的照片就是这一颗 那北投石呢 他之所以特别是因为 他具有微量的放射性元素 可是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他非常的微量 所以大家来台步馆的时候呢 可以尽情的就是观赏他哦 好那除了他有微量元素之外 其实北投石还是全世界唯一以台湾地名 命名的矿物种类就是北投石 所以呢 北投石对于整个台湾的地质矿物的发现 是占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的 不过钢本耀巴堂先生除了发现北投石之外呢 其实他还在台湾发现到非常非常多矿物的种类 像是硫磺矿 还有盛产于花莲的 薔薇灰石 也就是大家所守持的玫瑰石 或者是澎湖的纹石等等的 这些的矿物 大家知道台湾因为是在两个板块交界之处 菲律宾海板块跟欧欧亚大陆板块 这两个交会之处 所以算是地质天堂 虽然有很多的地质 可是对于地质学家而言 这里是他们研究最好的一个地方 除了矿石之外呢 其实贝壳也算是台博馆一个很重要的收藏 因为之前在沈博时代贝壳协会 好像有短暂的在博物馆里面存在过 那我右手边的这一个展规里面所展示的就是曾经轰动全台湾的龙宫背 它的学名叫做龙宫翁龙罗 有点老舌 所以就是简称叫做龙宫背 龙宫背呢 它是属于活化石的一种 化石记录从古生代的时候呢 就已经在地球上面出现过了 那经过几次的灭绝都没有被淘汰掉 在现在的海洋里面还是偶尔有机会可以遇到它 那由于它太难被发现了 它最近的一次被发现也在最近几十年 也在1980年左右被发现 并且打捞上岸 那当时候是在基隆外海打捞上岸的这三颗的龙宫背呢 就展示在沈博馆里面 就是我们台博馆里面啦 是活体展示 那展期呢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就吸引了将近五十几万人次的参观 算是万人空巷的一个盛况啊 因为大家都想要来争夺活化石龙宫背的样貌 它很特别是因为除了它是圆锥状的一个外形 还有它非常非常美丽的色泽之外 因为它有火焰般的红色跟黄色 主要是它的裂口呢 比较属于原始的一个状态 它的裂口非常非常的大 让它的排泄物呢 可以比较直接是排出体外的 跟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贝类有点不一样 构造有点不一样 好 那战后呢 进入沈博 台博馆进入了沈博时期 沈博时期的第一位馆长呢 就是陈坚善先生 陈馆长 他是一位鱼类学家 他算是补足了日本时代的这段期间 对于鱼类的研究 比较欠缺缺乏的部分 所以呢 他采集跟调查 还有研究非常多 台湾就是原生种的鱼类 或者是特有种的鱼类 并且编著了教科书 甚至现在很多生科系的学生 可能都要去拜读他的著作 对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展规里面 有四个敬业标本 我们来看一下 最特别的应该是 二号的最大的这一个敬业标本 它是香鱼的敬业标本 大家想一下 现在吃的香鱼 好像跟我看到的香鱼 有点不一样 现在香鱼好像没有那么大只 比较小一点点 那是因为这个敬业标本里面的香鱼 是台湾原生种的香鱼 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 台湾原生种的香鱼了 现在所有的香鱼都是日本引进的 对 所以台湾原生种的香鱼 其实这么大只 所以标本保存可以让我们知道 以前的这个环境 存在过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或者是尺寸类型等等的 都可以做很具有研究性质的一个比较 好 那其实呢 大家知道日本时代结束之后 其实还是有很多日本人留在台湾 做调查跟研究的 其中一位博物学家叫做 绝川安氏先生 绝川安氏先生在日据时 就是1945年之后 他其实还继续留在台博馆 做博物学家 做馆员 直到就是228事件 之后呢 才被 前返回日本 对 那他在 他因为实在是太爱 太热爱 博物学了 他基本上是什么都有做研究 不管是博物类 贝类 或者是两棲类 等等的 这一些 这一些的学们 他都有涉略 所以呢 他算是一个全 全方位的博物学家 而且他非常非常认真 绝川安氏先生呢 我们这边展出的是他收藏 采集到的贝壳的标本 比较有趣的是大家 有发现有一些小纸条 对不对 如果来现场看的观众朋友 会发现这些小纸条 其实呢 他都是原本被卷起来 藏在贝壳里面的 因为当时候 绝川安氏先生呢 他在外面采集 采集到这个贝壳的时候 他会现场直接写 在哪里采到的是什么种类 然后就写下来 筑记下来 然后就写在纸条上面 卷起来 就塞在贝壳里面 直到后来 我们的研究人员 管员呢 在整理标本的时候 发现 诶 好像里面有东西啊 然后摇一摇发现 啊 取出来之后发现 哇 里面居然有一个小纸条 不是平中性 是贝中性 对 那这就是很难的 就很难能可贵的 就是 真的是博学家亲笔的一个笔基的筑基 所以在这边也一同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录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到下一个展区 也是最后一块 来继续帮我们介绍 好 其实这个展区呢 其实还是有延续刚才的第二个主轴单元 就是台湾星象的部分 那主要是针对人类学的调查 展现给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 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呢 是这一张台湾总督府博物馆的 高砂族的分布图 大家知道台湾的原住民的族群分布 其实是非常多元而且广泛的 不过呢当时候在进入科学 博物学调查之前 其实大致上就分成身番跟首番 就是在治理上面 就是在清零时期的时候 就教化程度 对教化程度上面分成身番跟首番 那直到了日据时代 就是博物学家进来调查之后呢 开始针对每一个部族 他们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服饰 不同的文化习俗 开始真的进入到了科学性的调查 把他们区分出了好几种不同的族群 对那像刚刚我所说的 像是可以初步分成北泰亚南排湾这两大部分 可是经过更深入的人类学家调查之后 发现其实台湾的原住民真的是太丰富 太精彩太多元了 所以呢这一张分布图 其实是呈现在差不多1935年的时候 其实也算是日据时代末期了 然后进入尾声的这个阶段了 他们这一张图显示的是我们之前比较所熟悉的九族 九族的部分 不过呢其实呃这些树 这些族群的数量其实会经过不同的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会有所差别 像我刚刚所说的 比如说森手蜘蛛先生 其实他当时候的调查是七族 七族的 他把台湾的原住民分成七族 也就是我身后的这一个 这一排很精美的这一个 陶偶 陶偶对是伯多人偶 那这个伯多人偶呢 是作为就是展示跟教育的用途的 当时候请了是 呃锦上 呃锦上先生呢制作的这一批陶偶 呃分别有 这七个族分别一男一女去做他们形态上面还有服饰上面很细致的呈现 伯多人偶呢算是日本九州地区非常精湛的工艺 他是树桃烧制彩绘而成 嗯对那这些的陶偶呢其实是很不容易吞色的哦 这个这一批陶偶差不多是在1910年左右制成的 所以到现在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 大家可以看到颜色还是这么的鲜艳跟美丽 所以呃当时候的工艺技术真的是不简单 这一批陶偶主要是日本政府向世界呈现 就是不同他们的殖民地 就是台湾这座岛屿上面呃非常有特色 而且不同形态的这一些的族群的样子 呃透过陶偶的呈现呃让大家认识这样 好那接下来呢 要介绍给大家的是另外一位博物学家叫做伟奇秀珍先生 伟奇秀珍先生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灯箱的照片好了 这一张照片呢是伟奇秀珍先生 他很满足的看着自己的收藏品的一张照片 呃我都喜欢叫他伟奇有点阿伯的感觉 对可是呢不要看他是阿伯状哦 其实阿伯的样子其实他是一位文青的 他是呃非常非常呃文青的一位博物学家 怎么说呢其实伟奇秀珍先生他学识非常非常的渊博 他当时候呢是台湾日新报汉文版的主笔 而且呢他非常喜欢呃写诗词等等 所以现在龙三四还有他的末宝哦 他中文汉文非常的好 然后加上他日文当然也不对话下因为他是日本人 所以呢呃他当时候非常呃对于原住民文化 以及日以历史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有兴趣 那这张老照片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些收藏品呢 这都是原住民的文物 像是贝珠衣啊还有藤质品这一些的的的的物件 那其中呃我前方的这一些就是这一件贝珠衣 还有贝珠裙就是在老照片里面的贝珠衣跟贝珠裙 那贝珠衣跟贝珠裙是泰雅族他们 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哦 呃他们比较不是拿来穿的 他们是当做传家之宝一直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 而且当时候大家如果在现场的话 可以细看这一个展我们的藏品 贝珠衣贝珠裙的藏品 他都是车取被经过很细致的研磨成贝珠之后 在穿孔把它串起来缝制起来的一个物件 所以他不管是正面或者是反面 都是呈现泰雅族他们非常精湛的工艺 现在基本上我记得是这项技术已经失传了 对已经已经没有人在制作这样的一个贝珠衣跟贝珠裙 因为实在太费工了 而且应该有一定的一个重量对不对 对其实他有重量其实还蛮重的 好那其实伟奇秀正先生呢 当时候是也是除了他是一位历史学家 还有人类学家 还有就是也算是一位中年文青之外呢 他当时候还是还担任了就是 佐久坚财团的顾问 那佐久坚财团呢 其实当当时他们进行了一项调查计划 就是要把台湾原住民的这些文物呢 有系统性的有计划性的把它收藏起来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原住民的文物正在 随着日本殖民统治下已经渐渐逐渐消失 可是对他们就是反而透过这个计划来收藏这一些的物件 所以后面这一系列的展见呢就是呈现 比如说我要收藏刀的话呢 我就透过当然是借助各部落 还有各地区的警察当时候警察的力量 那去各部落去收购这些的物件 像是刀就可以呈现不同 像是达物组的刀或者是排湾组的刀等等的 那如果我要收藏壶的话呢 就有很系统的去把它收藏起来 而且呢这次的长社展我们也特别展出了标签 就是当时候博物学家在收藏这个物件的同时把它写下来的品名 是的 它是纸条跟记录 可是都是当时候很珍贵的字迹 就是很珍贵的博物学的记录 一起把它呈现出来 好 那透过这次的收藏 佐久之间财团的计划这次的收藏呢 其实我们也在几年前呢 也透过我们馆的研究人员 他清查这个名册的时候发现 有一件藏品的名字 物主啦 所有人很特别 他就是这个人叫做莫娜鲁道先生 那莫娜鲁道先生 想必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 是物色事件的主角 那这个清册上面很清楚的记载着 跟莫娜鲁道呢 收购了一条她拥有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展见 这就是贝诸怀世 是目前唯一确认是莫娜鲁道的遗物 对 她生前佩戴过的东西 就是这个非常精美的贝诸怀世 所以其实透过这些的 不管是每一个时期的调查 或者是计划 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的文字 或者是清册呢 去逐步的去分析了解 更多更多的故事 因为其实博物馆里面的每一件藏品 都有她自己的故事 她的故事性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这次的长射展将近300件的展间 所以呢就有300多个以上的故事了 对 所以非常非常的精彩 整个长射展走到了最后呢 我们带给大家的是过去的未来这一个组轴 最后的组轴单元 过去的未来呢是想要带给参观者一个小省思 或者是小反思 对 在我们参观博物馆的最后呢 因为博物馆的东西好像都是已经逝去了 或者是已经消失的这一些的物件 那都是以前的东西 那有没有可能透过以前的东西 我们再创造新的可能性呢 所以这个单元呢 有三个展见要带给大家 首先第一个展见就是 玻璃展规里面这一只台湾云豹 台湾云豹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它是台湾特有种的哺乳类动物 那它也是 原本是唯二的原生猫科动物 另外一只是石虎 那台湾云豹已经在2014年灭绝了 目前唯一的原生猫科动物石虎 也面临非常极具气体的考验 所以透过这些标本呢 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我们真的 以后只能在博物馆看到他们吗 其实我们应该更努力的 在我们自然界里面 继续的做保育的动作 不过也透过标本呢 其实现在要看台湾云豹 就是来台湾博物馆看 我们从胚胎的建业标本 到城报的剥制标本 在日剧时代都有很完整的收藏 那我们不希望以后 只能在台湾博物馆看这些物件嘛 对那也有可能就是 未来在道德的允许下 有可能说不定可以在 标本上面取得一些DNA 那我们说不定在道德允许 跟科技的完整之下呢 就是进步之下呢 可以让台湾云豹 重现在台湾岛上面 对这也是另外一种 博物馆的可能性 好那第二个展见呢 是很美丽的这一个墙上的 装置艺术品 这这件作品叫做 古红星姿 这件作品是 尤玛达瓦老师的作品 尤玛达瓦老师是泰雅族的织女 对那尤玛达瓦老师 其实跟台湾博物馆 也是很有互动跟联系很密切的 因为其实尤玛达瓦老师 她开始发现自己部落的 传统记忆的消失 大家知道织布是泰雅族 最精彩的一项传统记忆 当她发现自己部落的年轻一代 已经对于传统记忆 已经完全没有感觉的时候 她开始意识到 她自己必须要传承这一项的记忆文化 所以透过博物馆的这一些的 原住民的藏品 她可以去梳理 就是去研究 原来以前的织法 或者是以前我们部落的这些的织纹 是怎么样子的 那再去回到部落里面 再去教学教导 他们下一代这些记忆的延续 所以算是一个文化复兴运动 这个是尤玛达瓦老师她在推的 那透过这一件装置艺术可以看到 上面全部都是泰雅族的织纹 那是以一个彩虹桥的一个形式呈现 大家如果知道泰雅族的传说的话 应该知道泰雅族人死亡之后呢 只有织女跟勇士呢 才可以走上彩虹桥 步入另外一个世界跟他们祖灵见面 那这个呢就是尤玛达瓦老师想要呈现给大家的一件作品 是透过博物馆让部落的传统文化再继续的延续 好 最后一件作品呢就是 可以比较可以让大家放空的一个展见 这件作品呢是 王俊杰老师的 就跟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同名 过去的未来这件作品 这件作品大家可以看到呢 形状很像一个方舟 可是就是看大家自己的想象力跟解读 这一个很像方舟的这样一个造型呢 上面透过多媒体的投影呈现呢 我们可以看到星空自然跟海洋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图腾pattern 那也会看到像是云豹的花纹 或者是宽围凤蝶的翅膀 或者是矿物的结晶 这些都是在展览里面的这些的 博物馆的藏品的局部的一个图样 这件作品呢其实 我自己本身的解读呢 是觉得说 其实博物馆就像一艘方舟 或者是一条大船好了 它比较 它像是承载着这个地方的 所有一切的事物 不管是人文或是自然的这些物件 那这艘大船会驶向什么样的地方呢 博物馆会驶向什么地方 不只是博物馆 决定这个方向 其实是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 欢迎全民来一起参与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博物馆 有很多很多可能性 我们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方法 来了解认识博物馆 然后一起参与 这也是我们这次台博物馆 发现台湾厂设施展 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思考点 说明大家对于台博物馆 有更多更多的想象 希望大家参观完这档展览之后呢 可以对台湾被发现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更多的认识 而且能更深入的了解台博物馆 并且希望大家期待 接下来的二部曲 跟三部曲的呈现 那今天就时间差不多 内容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 好 谢谢我们解说员冠荣 谢谢